牛肉 牛肉這個東西是饒舌歌手之間的 beef 就是他們今天有什麼過節 有什麼牛肉 然後他們就是講說這個 就是有些人他就是專門在 在跳劑爭端 對沒有錯 Dance Your Beats 我是Peter Wu 你現在收聽的是Barney's Talk 好我們比較硬的部分 著作權大概聊了差不多一個段落 那我們接下來聊一下 Beatmaker這件事情 因為之前有跟Peter哥稍微聊一下 整個音樂產業現在在編製上又有些變化 對 比較早期的流行唱片產業 他通常就是可能有一個作詞人跟作曲人 他可能今天在洗澡或者是在上廁所的時候 然後他突然哼哼唱唱想說 把他寫成歌 那些作詞作曲人他會一些簡單的樂器 然後他就把他彈成一個demo 那當這個demo被唱片公司採用的時候 唱片公司可能就會找製作人 然後製作人可能就會去找樂手找編曲 然後完成最後的成品 那我們來聽一下就是 宋東野的郭源潮這首歌 這是他的demo 他可能用很簡單的吉他把它彈出來而已 那我們到最後進到錄音室的時候 他的產品會變成這個樣子 開始有了鼓手有鋼琴弦樂的編製 那後面那個就是大家在串流平台上面會聽到的版本 那現在完全不一樣 現在可能就是變成是先有編曲 這些編曲在產業界他可能叫做tracker 然後tracker他可能就是把他原本的編曲 然後丟給那些作詞作曲人 那作詞作曲人他現在在這個流程裡面 他就變成叫topliner 他就是幫他圖寫他的那些主弦率 到最後原本的編曲 他可能只是收取一次性的費用 然後你不會參與任何的版稅分配 但是到後面的產業會變成說 今天編曲他會同時成為共同的作曲人 一起參與版稅分配 所以像是周華健的朋友 我們可以看到作詞人可能是劉思民 作曲人是劉志鴻編曲是洪靖遙 那這個時候洪靖遙他是沒有參與版稅分配的 因為可能就是劉思民跟劉志鴻這兩個可能是homie 我猜測啦 然後他們可能就是一起寫 開始鬧補 對 開始寫這首歌 然後完成以後就找說 靖遙我們來幫我編個曲好不好 然後完成了朋友這首歌 那編曲人他賺什麼 單筆的費用 一次性的費用 對對對 那這是以前的狀況 但是像後面像是 我現在查到這首 他叫叫皇后曲的皇后 是Miss Cole的歌 那可能他這首歌的Beatsmaker是剃刀獎 然後剃刀獎 他可能就丟了這個Beats給Miss Cole聽 然後Miss Cole他寫了Topline 所以在這首歌他的作詞是Miss Cole 但是作曲他同時會是Miss Cole跟剃刀 所以剃刀他同時拉進來做作曲的版稅分配 對 那Topline這邊具體指的是 就是作詞作曲 作詞加作曲等於Topline 對 現在編曲版權在台灣還是蠻弱實 不會 因為其實像我自己在做的話 我都會要求說把我拉成是作曲 對 或者是其實我如果真的不想掛名的話 我才會說好 那這首歌就是單筆性的買斷給你 那比如說像通常Beatmaker會丟一個Beat 給歌手或是相關的人 那這個Beat通常具體是指什麼 它會長什麼樣子 應該就是所謂的instrumental 你現在聽到卡拉OK放的那些卡拉帶 俗語這樣講 但他就他丟的時候就這麼完整了 對 而且甚至做出來的東西 它是更完整 那我其實這邊有些案件 但是就是礙於商業的機密 我沒有辦法播出來 其實就是你今天 像我有個朋友 他把一首歌外銷到韓團去 那其實這首最後韓團 他重新填詞做出來的東西 他跟原曲其實是長得一模一樣 那甚至原曲他的一些混音 都做得比韓團還要再更好一點點 但是因為商業的東西 他有商業的考量 他可能要把人聲拉的前面一點點 大家才能夠更容易的跟著橫唱 但是我自己會更喜歡原本 那個demo的版本 等於說現在因為數位編曲它的發達 所以這一些demo 它的要求的品質還有完整度會更高 不會像以前你只要聽到一些很瑣碎的樂器聲 它就可以說是一個demo 但現在對於demo的要求其實很高 因為大家等於 大家的那個想像力會變得更弱 大家會不知道說 這首歌它如果變成成品的話 會長什麼樣子 所以你要補足這些想像力的不足的時候 你的demo其實要完成的程度會越來越高 跟其他編曲者在競爭的時候就是這樣 可是如果說他丟一個beat 然後這個歌手他加了topline 那他出來不就是成品了 那就不會經過demo的過程了嗎 你其實加了他的topline以後 他就是demo 他還是叫做demo 但是你這個過程中 他到最後出來 你還要再經過混音師這一關 對 然後甚至你要做成唱片的話 你還要再過master ok ok 所以我可以理解成 比如說有時候我們在串流 看到有些歌手他的專輯 他可能會擺 比如說什麼什麼歌的instrument 那可能就是他的beat 那如果他丟了一個什麼什麼歌的demo 那就是他可能還沒有過混音 對你常常會在streetvoice看到有一些樂團 他就寫什麼什麼歌然後demo 對那他其實就是可能這首歌他們目前還沒有錢去請混音師幫他們混 然後等到他們可能開始紅起來 開始有演出的時候就會把這個demo拿掉 然後去給人家混音 然後最後上真的可以收益的串流平台 對 動動動 但可能後來都會上吧 不一定要看這個有沒有紅起來 那就是streetvoice他們是一個免費的平台 然後提供給這些人 那等到這些人紅起來的時候 他們就把自己的歌撤掉 然後拿去重混 那就是留不住人 可是我覺得streetvoice他在做的事情是一個 就是真的是在推廣一些獨立音樂人 他們的平台 所以在streetvoice上的播放 基本上是不會有 不會 不會有完全收益的 OK 等於說你授權給他們做公開傳輸這件事情 那beatmaker跟arranger的差別又在哪裡 我覺得beatmaker他其實 像我自己在做東西的時候 我很難去無中生有 就是我沒辦法想像說 我現在要走一個什麼樣子的和弦 然後用和弦 然後編出什麼樣的東西 這個東西對我來講是超級困難的 也不是超級困難 就是我怎麼聽會怎麼不對 那但是我如果 你今天給我一個東西 像譬如說你給我一個bar 或者是幾個bars的instrumental的話 我會有很多想法 我可能會把它切碎 然後再重新做chop 然後做flip 或者是我可能把它調高調低 然後再做編曲 對我沒辦法無中生有 但是如果你給我一個東西的話 我可以編出好幾個版本給你 所以arranger有點像是人家付錢請你取一樣 不是arranger arranger就是等於說你無中生有生出一個東西 對就是你可能會彈鋼琴 對你可能就是壓個core 然後加個什麼什麼東西 從鈴還是慢慢編出一個東西 但這個對我來講是比較難想像的 所以他就算是做曲人嗎還是不一樣 他其實兩個東西都叫做編曲 就是beatsmaker他也是編曲 arranger他也是編曲 但是beatsmaker他可能做的步驟會不一樣 對像如果說我真的要避免要版權問題的話 我會上一個網站叫做splice 它裡面就會有提供各式各樣樂器的那些東西 那我從這個東西開始做發響 然後他會提提動一關rhythm嗎還是 不是他就會給你一段就是可能喇叭他就吹 登登登登這樣子 然後你從這個登登登登然後開始做發響 我會由這個東西成為我的第一步 然後從這個第一步開始我會往後編 我不會從完全沒有然後開始自己編東西 所以他那個這個東西就算是一個無版權的嗎 欸他就是你今天買了他的會員 他授權給你做利用 那你可以做各式各樣的利用沒有關係 喔OK有點像是一個發響的詞 對對對 但其實編曲人也會用splice 因為splice很多音源的聲音是很好的 很好對 所以可能beatsmaker和arranger都會用他的音質來做一些創作 但是我覺得就是可能編曲就是那個思維不太一樣 編曲人就是從沒有然後今天編了一些東西 然後你突然想要一軌但是你沒有前傾樂手 那你就用那個網站上面的東西去補 那但是像我們的思維是我們一開始什麼東西都沒有 我們要先從那個網站上面抓一點靈感下來 再做東西 那我其實蠻好奇因為我不是音樂人嗎 所以你這個靈感抓了之後你怎麼樣 他後面怎麼變成一個beat 這個其實就是牽扯你的製作的技巧 像是你要怎麼樣子 像我們剛剛談到那幾個案例 你要怎麼樣可能會做reverse 可能會做chop 那你chop的完以後 這個東西你要怎麼再重新拼湊 它會是一個很吃經驗跟很吃就是敏感度的東西 你們怎麼決定你們的groove的 因為我自己是舞者 所以我自己在做東西的時候 身體 我會扭 如果這個東西我扭不起來的話 我就不會想要去繼續做它 對對對 好 那Missy呢 你有沒有分享一下 你會 你知道我怎麼編嗎 我也是跟宋多任他們一樣 就是洗澡的時候突然就是 上帝給我的吧 然後趕快寫下來 我通常趕快用我手機錄下來 因為我睡覺的地方旁邊就是鋼琴 我就立刻把他的音抓出來 然後丟到我的那個 因為我有一個小小的資料夾 是專門收各式各樣的靈感的 然後我就趕快把它丟進去 因為我覺得可能有朝一日會用 所以我的靈感可能有一百二十幾個 就看我什麼時候要用上它 有點像寫稿這樣 對對對 我現在電腦也大概躺了三百多首歌 然後都完全沒有人用過這樣子 對 有朝一日會派上用場 對 可是其實你平常它就像是練功一樣 今天如果有人突然要買什麼東西 你要給它聽一個demo的時候 嗯 這些東西就是 丟上去 你去pitch的東西 對 可是Beatmaker今天 其實也會有一些交流的活動 會會會 其實像是 Cypher這些的 呃 Conehead還有Sonia 他們前陣子 他們已經做這個東西做蠻久了 他們可能每個月會有不同的主題 像是他今 這個月可能會提出一個 呃 他會用一個超老的歌 那這個月的主題就是你要去sample它 嗯 或者他們可能跟一些 線上的一些製作人要了一些acabella 然後你這個月的主題就是去remix它 嗯 對 然後他可能把大家的作品串成一個 串成一起 然後 串燒 然後每個月他們會固定有個聚會 然後大家去分享說 你這個月發現了什麼樣子的東西 然後你這個月發現了什麼樣的製作技巧 哦 OKOK 滿好的活動 我記得那個什麼戰犯的小綠好像他們有幫他們學員做了 一個放在YouTube 因為有時候我看YouTube 然後看到他會放一些他們學員的一些 噢那個不太一樣 那個是等於說他自己線上課程 然後他學員 他自己學員的呃 成果 成果 成果展對 那因為我沒看過那些上課程 所以我也不知道 但是這個比較像是我們有一個基本的框架 或是用同一個 同一個歌下去取樣 對就是大家會有一個主題 你會 你會從別人的作品當中看到 你可能沒有想過的方式 垃圾 對對對 比較有一個主題在 對 你有一個依據才知道怎麼分高下 對對對 也不是分高下啦 就是你會 欸你們都 通人濃濃的 混人相信的感覺 不會不會不會 對啊就是 我覺得beastmaker 相較於那些rapper會互相diss來diss去 我們beastmaker其實是滿peace的 我們都會互相分享 就是我 你 我最近做了什麼東西 那你的東西 我覺得怎樣可以更好這樣子 嗯 是不是有一個叫那個什麼 Vidham Vidham Ru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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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那個 我都念Rulet Rulet 旋轉輪盤 OK 它是外國的一個節目 它就是找一些很有名的製作人 然後他們蒙眼睛 然後去抽三張黑膠唱片 然後你要用這三張黑膠唱片 你可能只用一張 或你可以三張全用 然後去做出你的beast出來 對 那它有規定多唱的時間 沒有沒有完全沒有 你說的那個東西叫Against the clock 它就是規定你十分鐘之內得做出一首歌出來 一個beat出來 對 看到每一集好像都長度不太一樣 對 然後其實還有一些更有趣的東西 像是 還有另外一個節目 它會給你一個箱子 然後那個箱子 可能裡面有一支馬桶刷 有一個鍋鏟 那你要用那些東西然後來做一首歌 做一個beat 對對對 破銅爛鐵 喔 蠻妙的 有各式各樣的玩法 OK 12月的Podcast主題內容 我們會舉辦一系列的精釀啤酒訪談 冷冷的天 是不是讓人很想要來一杯呢 同時在街頭上還有許多的浪浪正在飽受風寒 毛起來愛流浪動物生命園區救助計劃 邀請大家在天氣漸冷的季節 一起幫忙小孩和浪浪們添一點溫暖 透過連結或QR Code小額捐款發揮愛心 現在捐款還可以收到知名插畫家狗語露 及新卡米克合作的2021浪浪日曆手札 與浪愛暖暖法蘭蓉蓋坦 連結將會附在本集的show note資訊 謝謝你一起幫助浪浪 OK那我就最後可以帶一下 Peter有沒有自己比較喜歡的beat 因為我自己是跳舞起家 所以grooving這個東西對我來講很重要 然後應該說我最喜歡最喜歡的音樂人 是Nerd的佛爾文 唱那個Happy的那個人 就是我原初喜歡Happy 好像是Trump在那個 他的競選場都是播手歌 然後佛爾很不爽嗎 佛爾應該超不爽 對然後反正佛爾他他是從Neptune起家 就是其實你想像得到很多很有名的歌 像是Rum Shaker 那些東西都是他製作的 那他早期因為他也是可能就是 拉丁音樂或是Funk的底 所以他做出來的東西 會加入很多的打擊樂器 那但是到後來他開始自己唱 自己做東西的時候 他會加入一些像是非常奇怪的音色 像是玩具那種很假的那種音色 那所以到後來我會節奏組吃蠻重的 那對於那些Percussion的應用 我覺得這個是我做音樂我自己的特色 我的Percussion吃很重 然後到後來因為也受到Furro的影響 我開始會去玩一些比較奇怪的音色 不和諧的音色 我會讓這個音色聽起來很詭異 那但是這個詭異的過程中 他會形成另外一個特殊的風格的感覺 就像黑膠化嗎 也不是黑膠化反而是就是今天 你今天在做這些東西的時候 會形成一個你自己特殊的Grooing 像是我的這首歌 他那個燈燈那個其實它是一個就是像班舊琴的聲音 但是我在對他其實是美國那種南部的那種Country Music 然後但是我會特別把它做高八度 它聽起來是一個很詭訣的聲音 就是你要怎麼把這種詭訣的聲音處理的好 我覺得那個是一個技巧 對 可是這個東西是你後來加進去的嗎還是 就是說你在發想的過程 我Sample的時候其實我就聽到這個聲音 我覺得這個東西可以做什麼 但是當我很平鋪直樹的用這個Sample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東西其實對於我的衝擊力不夠大 所以我就想說好那我要把它調高八度 變成那種人的耳朵 你第一次聽到可能比較難以接受的東西 侵略性一點 對 就像你看第一眼在看Jordan的時候 你會覺得好醜 但是你看久以後你覺得 嗯 那是一個藝術品的感覺 對 對 就是不要一直去呆在自己的舒適圈 做to safe的事情 對 你要去挑戰不一樣的音色 你要把這個音色處理的好 那是一個技巧 對 但我記得這一首歌的作詞作曲是 小哥跟Formoster OK 其實這首歌它是我remix 他原本的編曲是Tower Tower歌就是那個懷特的編曲 對 然後後來因為就是Netflix他要收歌 然後所以我直接跟Formoster要了這個阿卡佩拉 然後搭我原本的Beats 然後做成了這首歌 所以在這個裡面你扮演的角度就是Beamaker Beamaker 對 沒錯 那它的取樣的類型就是像remix嗎 不是 它這個就是Sample 好Sample 應該是說我做Beats的時候 我是Sample 但是我在這首歌的話 我變成是remix別人的歌這樣子 對對對 好複雜 不會啦 沒有因為原本這首 我這邊沒有原本那首歌的檔案 它原本那首歌其實就是 它的Topline是長那樣子 但是它的Beats是另外一個Beats 比較Boombab一點的Beats 對 所以等於把Beats抽換掉這樣 對對對 這個叫Remix沒有錯 OKOK 就等於留下它人聲 人聲Topline的部分 對 哦 了解 然後我最近其實 嗯 因為我一開始聽的是HIPHOP跟FUNK 那但是我最近其實成立一個廠牌 然後我們這個廠牌想要做的東西 都還是把我們很喜歡的HIPHOP跟FUNK 這種比較underground的東西帶到檯面上 讓大家都聽得懂 所以我們可能把以前一些做過很HIPHOP的歌 都會把它重新拿出來再 重新去思考怎麼把這個東西 做得更主流一點點 嗯 對對對 像是可能牛肉麵 牛肉麵這首歌可能已經太兇了 我沒有辦法再把它 推給一般不聽HIPHOP的人 但是像其實我以前做過的東西 我都會把它拿出來 再思考說可以怎麼樣子去做 讓更主流的大眾 騙主流的大眾進來聽HIPHOP這樣子 但我蠻好奇 牛肉麵當初這首歌的創作理念是什麼 因為感覺它是有一些雙關嗎 對就是牛肉這個東西 是饒舌歌手之間的BEEF 就是他們今天有什麼過節 有什麼牛肉 對對對 然後他們在就是講說這個 就是有些人他就是專門在 在跳棋針端 對沒有錯 蠻妙的 了解 不過我自己 我覺得可以趁這個場合也問一下 我覺得啦 我覺得好像 華語的圈子好像很少聽到FUNK的東西 比如說可能也許像 比較早期的糯米團 或是什麼 FUNK兄弟這種 好 但之後好像就很少再聽到 類似這樣的風格 或是可能前期一點的宇宙人吧 我們這樣講好了 因為整個亞洲唱片圈 他們很注重 他們很喜歡寫抒情歌 然後他們重於弦力性這件東西 大於節奏性 那FUNK他其實 那時候James Brown他有一部紀錄片 他就問他的Maisio 他不是紀錄片 他就是電影 傳記電影 他就問他的薩克斯風手Maisio Parker 問他說你吹的那個是什麼 然後Maisio Parker說我吹的是薩克斯風 他說不對你吹的是鼓 然後他問他的吉他手你彈的是什麼 然後他說吉他 他說不對你彈的是鼓 就等於說FUNK他是把每一種樂器 當作是節奏樂器來去做 他可能就是吉他是不會彈 他就是彈 他把他當作節奏樂器去做敲擊 那我回到剛剛講的 今天亞洲流行音樂圈 他其實做的 他都是希望做傳唱度高的東西 所以他的Melody會大於他的節奏性 那他作者寫出來的東西 其實他的線條就會大於他的拍點 那所以可能他編曲是FUNK 但是他唱的東西並不這麼的FUNK 沒有Groove 沒有Groove 對對對 隨便等知識分享一下 什麼叫做Grooving 其實東西他回到原本 今天那些工人 美國那時候西部開拓時代 他們在邊挖礦的時候 邊唱的那種勞動歌 在拍點跟拍點之間 他們得做挖礦的動作 所以等於說Grooveing這個東西 是在重拍跟重拍之間的空間 然後讓他們可以做一個律動 這個叫Grooveing 可是不是會分什麼上律動下律動 那其實他就是Grooveing 就是他跟重拍跟重拍之間身體的律動 OK 所以比如說可能華文圈如果有一首很著名的FUNK類型的歌 大家就可能也許只記得這個拍點 不記得他的歌詞 嗯 華語圈的話 就是如果說 應該是說所有華語他寫出來的TOPLINE 他都可能還是偏向流行 所以就算說他的編制可能其實 我聽過我會覺得 其實這首歌的編制蠻FUNK的 但是你不會把它歸類成是FUNK音樂 因為他TOPLINE不是 TOPLINE對 對他TOPLINE太多或者他的線條太多了 哦 對 那其實像相較而言 在美國或是在歐洲 他們的流行音樂 這種類型的音樂會相較的而言的比較多一點點 嗯 但可能跟他們的歷史文化背景有關 或者是聽眾的聆聽習慣 你今天叫一個聽眾去聽James Brown 他可能聽不下去 就是一個普通的聽眾 因為他沒有辦法跟著唱 對 了解 甚至於在放課樂也會有蠻多 就是 主人其實並不是歌手 他可能是樂手 可能是 對 薩克斯風手 像我剛剛在聽的 Candy Duffert 就是這樣子 是是 他們完全就是以Groove為主的 對啊 可行性實在是太多了 OK 好的 那我們今天謝謝 謝謝Pieter老師 謝謝Pieter老師 謝謝邀請我來 那Pieter哥要不要講一下 因為你自己本身有在做一些音樂作品 對 那如果大家聽眾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那邊搜尋 欸 目前我用的平台大概就是Street Voice跟 SoundCloud 好 可是 我沒有用心在敬意 因為我覺得就是我的東西可能到時候整理整理 我之後成立廠牌的話 我會把它整理成網站吧 那但是我的第一手消息 我會把它放在我的Instagram上面 對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追蹤我的話 可以follow IPLockers 然後下地線Pieter Wu 那如果對我的音樂沒興趣的話 可以追蹤我的科技 我養的也有一隻狗狗叫做Lego 他是一隻聽He-Hop長大的科技 哇 很可愛 所以現在還有在 就沒有在跳舞了嗎 欸 很少 但是我覺得跳舞這件事情 對於我來講 已經變成是內化成我身體的一部分 我不會特別的去練習跳舞這件事情 但是跳舞會讓我聽到音樂的時候 很直覺的去做反應說 這首歌我喜歡或不喜歡 然後我會怎麼樣子去聽它 嗯 嗯 對 了解 了解了 OK 如果你喜歡今天分享的音樂內容 別忘了每週三晚上七點的 Barney's Talk 喔對了 也別忘了在Apple Podcast 給我們五顆心的評論 然後分享給你的朋友 我們一起成為有品味的都會玩家吧